第三课 生词练习 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后生词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的练习 第一部分是请选出正确的拼音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是故事 老师还是教室呢 答案是教室 你选对了吗 我们来看第二个字 是跟 听 还是学 答案是学 第三题 是以后 以前 还是说话呢 答案是以后 以后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答案是知道 知道 你选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多少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第二个 答案是第二个 how many 多少 像我们会说多少人 多少人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要看 那要看 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呢 答案是第一个 第一个 that depends on 那要看 那要看 我们来看 下一个问题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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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第二个 parents 父母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听 听 我们想一想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听 答案是第三个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的练习 第三个部分 请选出正确的词汇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什么们都在教室 是故事 学生 还是听说呢 答案是学生 学生们都在教室 第二个问题 一年可以学多少 多少字 多少家庭 还是多少老师 答案是一年可以学多少字 多少字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小孩子 什么 就可以跟父母练习说话 在家 跟谁 还是听说 答案是小孩子在家 就可以跟父母练习说话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是听电台什么的 听电台 听电台 开玩的 听电台 接的 还是听电台 长大的 答案是 听电台 长大的 你答对了吗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 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是订阅 那我們就下一刻見囉 拜拜